在冯甲商圈这间运动品牌的店面 地主近期有意要求售 还开出了高价仅4亿元 位于辅行路上 知名运动品牌店面外观醒目 不少民众到里头逛逛消费 过往人潮众多的冯甲商圈 受到疫情影响 近几个月来许多店面带租 更出现几起上亿元的土地求售 这间运动品牌店面地平30.63平 换算下来每平1273.26万元 开价3.9亿同样要卖的还有这 在冯甲这间连锁超市 地主也要卖地连同建坪158.39平 原本售价6.28亿元 降到近6亿元差了4000万 房仲业者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 店面代售量增加两成 地主瞄准近期疫情趋缓 开高价求售 询问度的话当然会有 但是还是采与一种观望 因为大致上屋主的心态 他一定是开高 来让市场来看 有没有这个价格的回应 不止冯甲商圈 在台湾大道二段上面 这间婚纱店地主同样要求售 并且是主打着离捷运占尽 又是黄金脚垫 连同四层楼建筑物 开价2.5亿元 吸引不少人询问 另外根据台中市地震局统计 今年1到5月不动产买卖件数 有15851件 比去年同期少了3665件 似乎买家仍在观望 但抛售的卖家 却比去年同期多两成 不过地主也不急于脱手 把物件丢到市场 喊高价显示水温 记者龚玉德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